好 當然消費者都非常期待 尤其是現在很多人喜歡 想要入主豪華品牌 可是又希望能夠選擇 比較親民一點的車款 所以就會把一些入門型的這種 休旅車列為你的這個考量的 這個選項清單當中 如果除了Lexus的UX之外 可能你看一下豪華品牌 像B&W近期也推出了 比較入門而且比較親民好上手的 而且是全新世代大改款的X1 這台車是不是你的菜呢 一起來看看 是的 全新大改款的B&W X1 在預售的時候就獲得了非常好的一個成績 因為這一次全新大改款的B&W X1 在台灣上市總共有三個車型 分別是X-Driver的E8i以及20i的X-Line 那當然還有iX1的這個電動車的選項 那當然在電動車選項的這個部分 你就會發覺在預接單的時候 就已經有超過千張以上的訂單 這表示消費者對於X1以及iX1 是充滿著濃厚的興趣 當然以E8i以及20i的車型來說 它是屬於前輪驅動的選項 在電動車的iX1上面則是四輪驅動 也是目前台灣導入三款車型裡面 唯一一款具備有四輪驅動的車型 那麼我們今天為大家試駕的 就是全新大改款的B&W X1 S-Drive20i X-Line的版本 當然今天試駕的車型 有著一個非常獨特的車色 是湖水綠 我個人對於這個車色來講的話 我覺得是相當的具有質感 而且是帶有一點這個文化氣息的風格 那麼從車身外型的一個設計上 你就可以看到 B&W X1是一個充滿前衛造型的設計 當然也是屬於非常年輕化的外型 尤其是這一次在大改款的部分 其實在外觀以及內裝的部分 都有大幅度的一個進化 因為這一次全新大改款的B&W X1 包含車高、車長、車寬以及軸距 都是大幅的放大 以車高來說來到了1642mm 比起上一代車型足足增加44mm 以車寬來說來到1845mm 比起上一代的車型又增添了24mm 而車長的部分來到的是4500mm 比起上一代車型也增加了53mm 最重要是軸距的增加 全新大改款的B&W X1的軸距 比起上一代車型增加了22mm 來到2692mm 而這長、寬、高以及軸距的放大 都讓這一台車在外觀的設計上面 有更多的琢磨點 當然最受惠的還是在於 車內空間的展現 在外觀設計上你可以發覺 全新大改款的B&W X1 擁有B&W一貫的一個設計風格 第一個前衛 第二個運動 第三個年輕 我覺得這是三樣堅固 尤其是車頭 X型的這個渡落水箱護照 加上兩側光型變化的LED智慧頭燈 看起來相當的具有野性美 注意這還是一台並沒有選配 M-Sport外觀套現的車型 同時我們也可以在前後保桿的部分 都發現有了霧營的飾調 而且跟水箱護照中央的直扎 是採用同樣的霧營設計 也因為全新的B&W X1 整體的車格大幅的放大 所以這一次在輪圈的選擇上面 原廠容許你的選配尺寸 來到了20寸 確實是相當巨大的一個胎圈規格 而車尾上方的尾翼呢 其實也是第一次出現在 BMW X1的車型上面 那麼不僅僅是車身的尺碼加大 輪圈可以選擇更大的尺寸 來到車室內 你會發覺整個車艙的空間 確實比起前一代的車型 大上了許多 而且整體內裝鋪陳的質感 我覺得真的是升級了非常非常的多 首先你可以看到前面兩具數位螢幕 當然是懸浮式的曲面螢幕設計 駕駛者前方是10.25吋的全數位儀表 那在中央螢幕的部分 則是10.7吋的觸控式螢幕 搭配iDrive 8.0的系統 而這套新的系統 其實它也可以有三種模式的呈現 你可以透過中央安座上面的按鍵 這邊有一個叫做MyModes 你再透過這個按鍵就可以選擇 包含了Personal自定義的模式 包含了Sport運動功能以及節能的選項 我覺得非常的有趣 那當然iDrive 8.0有什麼特點呢 其實我覺得很厲害一點就是 我們駕駛人前方這具抬頭顯示器 這具抬頭顯示器顯示的尺寸非常的大 而且它是全彩的設定 包含了車速 引擎轉速 甚至導航的路徑指引都可以顯示在上面 同時它也可以秀出整個道路路牌辨識的一個狀況 那當然我現在啟動了 BMW的Personal Co-Pilot系統 也就是自動跟車的狀況 也會在抬頭顯示器的螢幕上面 顯示一個綠色的方向盤 表示這台車現在啟用的跟車系統 當然包含了主動車道維持輔助 當然現在我所設定的SEC的最高限速 其實是高過於目前這條道路上的法定限速 但是因為我們跟著前車走 所以其實並不會超速 如果你怕超速 你也可以透過set按鍵 按下去之後這時候 ACC的系統就會自動的把最高限速設定在 它所偵測到的此路段的最高限速 這一點你就可以不用擔心你會收到超速的罰單了 當然我們在使用原廠導航系統的同時 你會發覺這一次也加入了AR擴增實境的導航 這點也是BMW的強項 其實它會結合現況的實景 加上路線的指引 它秀出一個大大的箭頭 讓你不會錯過交流道 讓你不會錯過你需要轉彎的路口 我個人是非常喜歡這一套 AR擴增實境的導航路徑指引 那麼我們剛剛提到整個車艙內的質感 也有大幅度的提升 其實你一眼望去 除了這個懸浮式的這個曲面螢幕 非常的具有科技感之外 你會發覺整個儀表台 它都用了SensTech的皮革 加上車縫線來去包覆 而且不僅僅是中控台 連車門飾板上都一樣是採用了SensTech的皮革 以及車縫線的包覆 那麼在20i以上的車型呢 都標準配置了前面兩張跑車型的座椅 而且具備有電動調整 當然在駕駛座上面 則具有兩組的記憶功能 談到動力的部分 BMW X1配置的是一具三缸的渦輪增壓引擎 而這具渦輪增壓引擎 能夠輸出156匹的最大馬力 當然這套動力系統 還包含了新一代的48V微油墊的裝置 而這套48V的系統 額外又可以增加19匹的最大馬力 所以在20i的車型上面 整體的縱效馬力輸出 來到的是190匹 以及240牛頓米的最大牛力 0百加速8.3秒可以達成 而作為BMW X家族裡面最入門的車款 可是它一點都不入門了 怎麼說 因為我現在使用的是智慧型的跟車系統 當然你看到沒有 你可以短暫的將雙手離開方向盤 不過系統會偵測 如果它發現你離開方向盤的時候 它會提醒你 除了它跟著前車 會維持駕駛人所設定的一個 安全跟車距離之外 它也具備有主動車道維持的輔助系統 不僅僅如此 假如現在我想要變換車道 我只需要輕輕的撥下方向盤的撥桿 這時候車子自動偵測 前方可以變換車道 後方沒有來車的安全狀況之下 它就會主動的轉動方向盤 來去做變換車道的輔助 讓我輕輕鬆鬆的 就可以在高速公路上面巡航 而這項功能在時速60公里以上 你才能夠使用 當然在全新大開款的BMW X1 尚未上市之前 只有全新的大漆 才具備有這麼便利的功能 我想一部稱職的休旅車 對於一個家庭的使用而言 車內的空間 主被動的安全 以及優異的操駕性能 都是最基本的一個需求 另外還要有一個很能裝的行李箱空間 這一次也是因為車長車寬 車高軸距都放大 所以全新大改款的BMW X1 在行李箱的部分 在不傾倒它的424分離式椅背的狀況之下 就有540公升的容量 比起前一代的車型 也增加了35公升的容量 如果我們把整個後座 第二排座椅傾倒的話 在整體B柱以後的載運空間 就高達了1600公升 也比前一代車型多了50公升 所以這是一台兼顧安全操控駕駛體驗 眾瓜以上BMW全新大改款X1 的種種功能以及改變呢 我認為呢 它在同級距裏面 是屬於領先的佼佼者 當然很多觀眾朋友們會想要了解 BMW的iX1呢 我在這邊先跟大家簡單的介紹一下 全新的BMWiX1呢 配置的是第五代的E-Drive系統 前軸後軸都各有一具馬達 所以它是屬於四輪傳動的車型 足足有313匹的最大馬力 當然它配置了66.5千瓦小時的電池 最高的續航里程有超過400公里 而大家很在意的這個快速充電 如果在我旅程的當下 要想要利用短暫的時間補電的話呢 BMWiX1呢只需要10分鐘呢 就可以補充120公里的續航里程 好啦 下一次我再找時間幫大家試駕 BMWiX1 Mate 4 Mate 5 Mate 6 Mate 5 Mate 4 Mate 5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